接下来我想要先跟你们分享 第一个在Office整合里面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整合我最最最推荐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轻描把握的文件变成简报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打开我们的范例 各位我是已经把那个范例都放在我自己的低词叠基底下 那个低词叠基底下比较不会有那个加密的问题 所以我是放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边毕竟是一个警政单位 我们应该也蛮重视资讯安全这件事情 所以请不要把资料放在你的c叠 请放在低词叠基 然后打开这个Office2010Tip40招 好这是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分享这个范例 分享这个范例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下载了 刚刚我们不是下载了Office2010 好它在哪里呢 第一件是请点它 请点这个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请点下载 下载 下载里面是不是有一个Office2010Tip40招 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刚刚我的教学的方式打开 找到我们下载下来的范例 打开我们这下载下来的范例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重点就是 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word的文件 我们会设好标题 设好标题 好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标题1 这个是标题2 当我今天哦 我想要把这个标题呀 放到PowerPoint去的时候 那我们以前的做法可能有些人就会怎么样做 复制它 复制好 然后接下来打开PowerPoint 然后接下来呢 贴上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它又切换回去word 然后呢 如何快速拧好简报架构 选到这几个字 复制 然后接下来 它知道它 这是主标 这就是次标 所以它就放在这个位置 贴上 然后接下来 依此类推 可以一直做 假设万一这边word的文件有40个 它是不是要做40次的复制 然后40次的贴上 对不对 这是以前我们可能涂法链钢的方法 这个方法绝对有更好提高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怎么做到这件事 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首先这里面 这一份文件 你一定要先定义好 哪些是标题 哪些是标题二 好 我已经给你们这份文件 是已经定义好 这是标题一 这是标题二 这边还有好多标题二 这也是标题二 这也是标题二 好 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想办法快速把这些标题文字传送到哪里去 传送到powerpoint了哦 对不对 就是现在是不是在华德里面 我要想办法快速传送到powerpoint的那这个动作就是从华德里面的标题文字跑到这个地方跑到简报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叫传送 传送可以哦 在2003的版本里 它是预设的功能 就是在某某某功能标签底下 它可以找到传送 可是到了2007以后 它把这项功能变成什么 隐藏版功能了 隐藏版功能意思是什么 不太好找 可是我现在还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变成隐藏版 变成隐藏版的缺点就是大家就不知道了吗 我们来看看怎么找到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在华德这边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点选档案 档案这里面有一个叫做选项 选项 因为它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我们要到选项里面打开来 选项 选项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功能 然后请你 刚刚第一是不是点档案 第二是不是点选项 第三请你选什么 选这里面的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就这边了 就这个地方 这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所以第三请点快速存取工具列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请选这个 不是选常用 而是选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因为本来它放在功能区 现在它不放在功能区 所以我们就点什么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因为这里面太多功能了 太多太多功能了 都变成隐藏版了 好 那我们来去看 卷轴拉到大概这个位置 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 三分之二 再下来一点 有看到吗 传送 传送到 主要是这个中文字 这个传 这个字 很多笔画 所以它就整个在这里面 按照那个笔画顺序排列 它大概排在这个位置 三分之二的 大概不到四分之三 这个位置 这个卷轴三分之二的位置 有看到这个传送到 传送到 请你新增进去 这边现在只有 一二三 这个不算哦 这个是图示 这是软体图示 这不算功能 这边 一二三 这边是不是多增加一个 等一下它就会放来这边 好 确定 接下来 我只要按这个按钮 我就可以去 也不用去倒查 这扎一下眼睛 它就出来了 因为只等七秒嘛 自己说我看 是不是出来了 我们还需要这样 选 然后复制 然后再来贴上吗 需要吗 不需要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震撼的感觉 也就是说 对 我们接下来这两天 就是要教你这些东西 就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技巧 但是当你知道这些技巧之后 有没有帮有没有帮助你 在工作效率整个提升 有吧 可以吗 这就是大概我们在整合的时候要告诉你的观念 我在快速的把刚刚那七个步骤大概跟你讲一下 我是不是打开我的范例 范例在刚刚告诉你的那个网址下载下来 好 下载里面 打开之后呢 1点档案 2点选项 3点这个 是快速存取工具列 4是要把这个选项 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不在功能区 因为真的以前他放在功能区 2003之前他放在功能区 现在他不放在功能区 然后卷轴拉下来 拉到这个地方 拉到大概这个位置 移除的大概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 这边 这边 然后这边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找到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就是Word里面 他只会把标题文件传送过去 好 然后接下来新增过去 新增他就会放在这边了 然后记得点 确定 最后 最后一件事 第七个步骤 你就只要点他 就完成了 就把Word的标题字哦 传送 传送到PowerPoint去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一件事情 谢谢